威州 一座山谷中的小城 2008年12日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地震 把它变成了一片战利的废墟 原址重建建制者们该如何减轻多条断裂带 从地下经过给小城带来的威胁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再造威州 大家好 我们现在在大屏幕上看到的是中国的一个小城镇 这个镇确实是非常小 小到什么程度了呢 小到整个全城也就是三平方公里的样子 常住人口也就是三万出点头的样子 不过这个名字确实很响亮 叫威州镇 但是一说起来就算是名字很响亮 您可能第一次听见能记住 下回有人再问您威州的时候 您就会回忆到这么一个小城了 但说实话 这个城真的如果只说是威州镇的话 没有几个人知道它到底在哪 但如果我们说 其实在2008年以来 这个城市实际上世界上的很多人都知道的话 您可能就会去猜了 这到底是哪呢 实际上它就是汶川县城的所在地 这么一说您就恍然大悟了吧 那么我们都知道2008年的时候呢 汶川的那场非常惨烈的地震呢 夺走了很多同胞的生命 那么我们故事的主人公 12岁的张诗悦同学呢 他就生活在这个地方 张诗悦是汶川县威师复小四年级的学生 2008年5月12日下午2点多钟 因为要做职日 他早早来到了学校 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学校实行的是下十字 就是三点钟上课 我们学校要求呢 就是同学们在2点20分到下 因为距离三点钟上课的时间 还有半个多小时 教室里的学生并不太多 张诗悦就在学校的走廊 做起了职业 那个时候呢 我正拿着哨把 在走廊上扫地 同学们在教室里 教作业背书啊 那些 我一个人就在那里扫地 但是忽然呢 就觉得在摇晃 顷刻间 张诗悦只觉得脚下的大地 和周围的群山 都像发怒的巨兽一般 猛烈地摇晃起来 自己也仿佛是一只玩偶 被晃得站立不稳 头晕目眩 教学楼啊 那些有些砖呢 都掉了下来 而且有些 好像山上有些石头 就飞石码就打下来 我们还听见那个地震的声音 轰轰轰的特别吓人 我就不知道把扫把丢到了 去了 我就冲下去了 后面我是第一个 我是我们班第一个冲 往下冲的 然后后面呢 后面呢 那些高年级的哥哥姐姐 也冲下来了 此时没有人能想到 在他们脚下爆发的是一场 极其罕见的 李氏八点零级大地震 仅仅几分钟时间 以汶川县应秀镇为震源点 大地犹如海上的波浪般起伏 巨大的能量 一圈一圈的向外扩散 山崩地裂 江河阻断 房屋倒塌 无数生命 瞬间消失 2008年5月12日 14点28分 位于威州镇西南面的 阿坝石砖钟楼上的指针 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汶川人的记忆 也仿佛凝固在这一刻 我还以为世界末日要到了 那个时候太阳一下子就没有了 然后我们后面那个江卫城的山啊 黄沙满天 简直叫伸手不见五指 特别吓人 因为威州镇离震源点 永秀镇有几十千米的距离 再加上又是午休时间 教室里学生不多 为时傅小全校无人伤亡 算是侥幸逃过一劫 可是教学楼却没那么幸运 一块几十吨重的巨石 从山上滚下 穿墙而过 砸在学校的音乐教室里 这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恐怕 而整个威州镇的房屋也已经在地动山摇阔后 东倒西外面目全非 除了地震时当场倒塌的 威州镇绝大多数的房子都已成了危房 这些房屋不但无法继续居住 对于幸存者们来说 更是一种危险 因为那里的那个房子裂缝特别大 而且后面就是山 就是那些石头一下 石不石头可能会砸下来 而且那些房屋冰口特别大 很吓人的 不能住人的 一开始我们从一张航拍的地图上 开始给大家介绍威州镇 也就是汶川县城的所在地 给我们感觉 好像这个城市的建筑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害 但是听一听 刚才张诗月的这段采访 您就会知道了 虽然这些楼它没有倒 但是实际上已经是古苏金哲了 换句话说就颇有点像 金庸先生小说里面提到的画骨棉掌一样 打上去之后 这个人看着外表是完好如初的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古塔都已经碎裂了 就像这些建筑物一样 你看吧 好像大多数都依然站立着 但实际上却个个都已经是摇摇欲坠了 因此说 有人就把镇后的这个威州镇的状况称作是一片一片的站立的废墟 大地震发生后 汶川全县的房屋 市政公共服务设施和工业几乎全部被毁 严重受损房屋达149.89万平方米 农村建筑几乎全部倒塌或严重受损 直接经济损失161.4亿元 汶川全县三分之一的人口都集中在县城所在地 威州镇 全县70%的城镇房屋 80%以上的公共服务设施也集中在这里 而这里恰恰成了一片站立着的废墟 这是在同一地点拍摄到的汶川县城镇前和镇后的全景对比图 我们可以看到 镇后汶川周边山体踏坊严重 烟尘弥漫 面貌已经大不相同 2008年7月 党中央国务院做出决定 由广东省对口原建汶川重建 而重建威州的重任就交给了广州市 可是如何在地震后给汶川百姓建设一个安全 适宜居住的县城 却是摆在原建者面前的一道难题 中央广东 把汶川县的县城威州镇的栽后重建交给广州 这是对广州的信任 实际上更多的是一种挑战 威州坐落在龙门山脉和琼莱山脉之间的河谷之中 沿民江两岸一山而建 东北面的龙门山风光秀美 是著名的国家地质公园 但也是地震山体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高法区 那么这里的地质构造为何如此不稳定呢 两亿年前 印度板块开始向欧亚板块挤压 由此引起了青藏高原的隆起 随着印度板块不断向北推进 并不断向欧亚板块下面插入 青藏高原开始迅速上升 并在高原的边缘形成了断裂带 这个断裂带正是龙门山断裂带 也是地震的多法区 山就是由于地块受到挤压而龙起生成的 那么一方面挤压使得龙起成山 另一外挤压的后果使地下产生断裂 这个是孪生的一个关系 断裂的形成就是地震 地震就会产生断裂 而汶川县位于四川省西部 正好坐落在龙门山断裂带之上 2008年5月12日发生的 第18.0级大地震 就是在这个东北走向的 龙门山断裂带上发生的 那么要在一条既复杂又活跃的地震带上 重建卫州 技术上可行吗 那么我觉得在原子重建 安全只要是重视 我觉得在技术上还是可以的 管州是主要是采取这样几项措施 一是通过规划 通过规划来使我们的城市 尽量的避开断裂带 第二个是大量的使用先进的抗争技术 第三个提供在应急状态下的公共空间 通过这三个措施 使得城市的安全系数大大提高 2008年8月 第一批来自广州的援建人员进入贝州 而此时新的学年即将开始 学校却还是一片断壁残垣 张世月不得不和全校700多名同学 一起转移到四川雅安附近的一个小镇复学 我们这个地方的地盆比较小 如果要容纳我们那么多孩子在这个地方来就地学习 那么这个援建的工作就没法开展 所以我们文川县整个县就安排孩子们到外地去复学 送走了孩子们 再造威州的工程也紧锣密鼓地全面展开 经过调查 援建人员发现原来威州的很多房子 正好盖在了断裂带上 本身就存在巨大的安全隐患 而且建筑的抗震等级也达不到技术要求 其次 威州镇地处河谷 依山而现 人口密度很高 一旦灾难来临 几万名群众没有足够的应急避灾场所 这个地方有一条发震断裂带 然后还有一些刺身的断裂带 那么我已经知道这个位置了 那么在规划选址的时候 我肯定尽量避让它远一点 比如说300米500米 越远肯定就越好了 是不是 越远肯定就越安全了 那实在是避让呢 避让不了的 因为它这个温船县城 毕竟它的可见是用地条件又那么少 你还必须把这么多的项目的选址的安排下去 那有的是实在是避让不了 我们可能尽量考虑采取一些其他的这种结构加强 但是首先是避让主断裂带 由于地震时有大量的山体滑坡 使本来就不大的威州镇 只剩下两平方千米的安全建设用地 如此宝贵的土地 对于那些因为断裂带而不能盖房子的地块 该如何利用呢 肯定做绿化 做那些空旷的场地 做公共的一些比如道路啊 绿化啊 这样就变于这个 这个一些综合的这种避灾啊 避险 按照这个理念 建设者们为威州规划设计了三个大型广场 平时可以供群众开展文体休闲活动 一旦灾难来临 就可以作为公共避灾场所使用 重建这个工作并不仅仅是说 让老百姓都有房子住 让孩子们呢 都有学校去上学 很重要的一点啊 应该是着眼于未来 面对着我们说汶川本身 并不是很踏实的这个地质基础 我们如何保证再有类似的灾难来临的时候 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 因此说呢 来自于广州的这些规划设计者们 也在这方面啊 是绝对特别精心的想到了一切的方法 他们同时呢 还把最好最安全的这个地块啊 全部留给了孩子们 用于兴建学校和幼儿园 1995年1月17日清晨5点46分 李氏7.2级大地震 袭击了日本版神 地震的发生是许多建筑物受到破坏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 在这场大灾难中 却仍有完全没有受到任何破坏的建筑物 它便是位于神户市北区的西方大楼 原来这桩大楼之所以没遭到破坏 是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可以减弱地震 对建筑物摇动力量的隔阵构造 那么这种能够在地震中 对建筑物进行有效保护的隔阵构造 究竟是什么原理呢 过去建筑物为了抵御地震 一般都采用抗震构造 也就是采用在地基上 扎实的打好基础的方式 采用抗震构造的建筑物 遇到地震时 向上传导的摇动力量很激烈 因而会造成建筑物损坏 出入口的门扇无法开启 家具物品翻倒掉落等灾害 而隔阵构造 则是在建筑物和基础之间装设隔阵装置 形成一种利用建筑物缓和横向移动 减缓激烈摇动的构造 因为地震引起的灾害 主要来自于横向摇动 与抗震构造相比 隔阵构造横摇的强度 小到只有抗震构造的三分之一或十分之一 隔阵电技术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一种技术 就像一个床在海上一样 就是上面和下面把它适当地分开 通过一种隔阵电 能够使得下面发生地震的时候 上面可以通过隔阵电 当然的减少地震的这种横向的这种玉力 然后达到一种抗震的效果 转眼时间到了2009年 此时张诗悦和他的同学们 依然在一百多千米外的异地就绝 他们日夜思念着家乡和父母亲人 盼望着新学校早日落成 他们还不知道 此时威师傅校已经合并更名为汶川二小 有一些人正在为他们的新校舍忙碌着 这里是广州大学工程抗震中心 此次在汶川重建工程中承担了多个建筑隔阵项目 他们设计制造的隔阵装置 即将被安装在汶川二小的新校舍下面 这种能缓解地震摆动的隔阵垫 安装在建筑物底部柱子的下方 是由压城保板式的天然橡胶和钢板 互相粘贴在一起制成的 这种叠层橡胶制成的隔阵装置 既可以今年每月稳定地支撑建筑物 即十年不会老化变形 又可以在地震来袭时 做横向的柔性变形 缓解地震摆动对建筑物的损伤 一旦损坏还可以随时拆除更换 所有的我们的原地项目 都是按照看八度来进行借助设计的 那么关于抗净症技术的应用 应该说全世界还是一个探索的构成 那么基于这方面 我们将世界上最先进的 或者说使用的比较好的技术 我们都在不同的建筑单体里面使用了 按照党中央的要求 广州原建V周镇的76个项目 要在两年内完成 而学校要在2009年9月 新学年开学之际全面投入使用 要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 完成规划设计 拆迁建设 来自广州的原建者们 迎接的是前所未有的挑战 所以广州的原建是负责论的原建 我们的原建不仅仅是解决它地震本身造成的损失 同时要解决这个城市 因于规划的缺陷 所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 同时还必须是个城市 往前迈进或者跨进二十年和三十年 解决过去现在和将来的问题 所以应该说 这就是我们担救的一种科学的态度 一种负责任的原建 2009年9月 张世月和威州所有在外寄读的孩子们一起 终于回到了朝思暮象的家乡 踏入了广州的叔叔阿姨们 被他们精心建造的新校园 在这里他们要上的第一节安全教育课就是 参观教学楼下的隔阵之座 在我们教学楼下面 有很多个这样的相交之座 把我们教学楼稳稳地拖住 当地址难的时候 正波一来 我们就像在大摇船上一样 我们广州原建的一个最高目标 就是通过原建 使栽域的百姓比挣钱要更幸福 我们说城市使让市民生活更美好 那么栽域重建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老百姓更幸福 仅仅一年半的时间 一个全新的汶川县城就出具规模 幼儿园 学校 医院 住宅小区 桥梁 都采用了世界上最先进的抗震技术 确保安全 博物馆 体育馆 商业界 市民广场 可以满足不同人群文化休闲的需要 如今 劫后余生的威州 已经重现活力 就这样 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提前半年就完成了任务 靠的什么呢 靠的就是五加二 白加黑 这样没日没夜的一种拼搏精神 让很多受灾的人呢 能够切切实实的感受到什么叫大爱之情 现在一个崭新的威州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在节目的最后呢 我们还是要感谢这种科学的方法 为我们带来的一个建设上的新的篇章 最后呢 我们也祝愿这个地方的人们呢 都能够幸福长久 好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请您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如林大敌的深夜青山行动 动辄几十上百万的街边交易 小小虫草 究竟为何如此魅力 而发生在实验室的一次次试验 又能否为我们揭开 隐藏在它身上的秘密 敬请收看走进科学 曼际黄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您的こう Amb毒